花蓮市左昌公墓A区面积达9.7公顷 民国76年公告禁葬以及办理千葬 经历都会市长分ABC三区办理千葬以及绿美化工作 105年花蓮市长魏嘉贤上任后 争取花冬基金2000万元补助 终于完成A区全区的千葬 而未来将持续朝全民运体管方向行锁 打造花蓮市的休闲新亮点 民国76年公告禁葬及办理千葬的左昌公墓 由于家属一度无法达成共识千葬 当时A区约有400多个墓基 在耗时30多年历经多位市长及魏嘉贤上任后 争取花冬基金2000万元补助 透过分年分区办理逐步改善环境 终于在日前完成全区千葬 27日上午 魏嘉贤协同主任秘书翁美华 兵葬所长陈柏欣 还有市民代表会主席苏美朱 副主席李政伟等多位市民代表前往了解并给予肯定 我们在A区B区C区有三个区域 我们现在A区的9.7公顷 已经百分之百的将所有的墓都已经迁移起来 那特别要感谢所有的家属的配合 能够让仙人放到更适合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未来变成公园之后 会着手规划相关的一个运动设施 还有未来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相关的预算 那除了A区改善完成之后 也希望B区跟C区未来的规划里面 我们会持续的来争取相关的预算 那虽然附近还有一些私有地的墓 那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来做相关的一个签葬 那希望未来这个地方可以变成花蓮非常重要的运动生活圈 对于A区火葬场是否拆除 殡葬管理所长陈伯鑫表示 110年度第二次会议文化资产审议会决议 人为本案维持列策追踪 而左仓周边私募问题 施工所依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办理 违规情况之清查与查报 或是由花蓮县府依规定办理 我们这几年遇到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牧主的意愿跟经费的原因 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我们有花冬基金的驿注 还有牧主的配合 所以我们才可以慢慢慢慢地完成 今天全区牵账的工作 那毕竟左仓9.7公顷实在是太大 那想要经费一次到位是蛮有困难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规划就是 一区一区的把它慢慢地把它完成 那目前为止在经费还没有到位之前 我们会维持它整片园区的通透明亮 让它不会有杂草重生的状况 那逐渐逐渐地让民众慢慢地接受这块土地 让这块地可以慢慢地活化起来 目前左仓公募A区已营造广大草皮 未来将逐步完成包含亲子共农乐园 长青乐活区 球类运动区 极限挑战区的全民运动馆新社 期盼反转民众对左仓过去的刻板印象 这次长帮雁华联士报道 此外 剃拉资原气划 好